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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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孩子的妈满口台湾国语 她从少女演到了少妇 而在模仿秀当中 黄家迁模仿金美玲 她的喜感十足 在演技上面一再地突破 让人几乎已经淡忘了 想当年黄家迁刚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个玉女偶像 没有错 她就是完全走气质的路线 玉女路线 对 那时候我记得她跟我讲话都很害羞的 对 哪像现在 其实黄家迁刚出道的时候是非常那种 你知道滚尸把它塑造成是那种 纯情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一心想往追求真爱的一个女生 但她自己下来很搞笑 给我快乐 给我寂寞 给我温柔 也给我的忧愁 我的样子不算是那种艳丽到不行 漂亮到不行 没有 我就是一个可能很清秀的女生 就是干干净净这样的一个女生 然后所以我如果不太活泼的话 就看起来就是算安静的女生 所以那时候滚尸是看到我的样子 船根那时候看到我的样子 就觉得好像可以塑造那个心 因为当时也流行那样子的女孩子 长发飘逸 清纯秀丽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 这是当年刚刚出道的黄家谦 最早黄家谦在明哥西餐厅里头打过功 她甜蜜的声音引人注目 后来餐厅的老板 请了好友赵船来听她唱歌 唱了之后赵船觉得声音真的不错 不但收黄家谦当徒弟 而且还把她介绍到了滚石唱片 才刚出道就有和当年情歌王子 杜德伟合唱拍MV的机会 确实献下了不少的新人 但也替自己带来了小的麻烦 听我真心的诉说 以来不是真有 就不痛在乎不是枷锁 请相信爱可以留点自由 收到一封信 然后那个信上面 我那时候觉得我有歌名 然后我就收到信 然后里面就是一张我的报纸 我的报纸 然后我的新闻 然后我的照片上面 就是把我画得很丑 然后有一把刀要从我这边这样摄下来 就是插在我的头上 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接到那个信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人家不喜欢我 后来下面才知道说 原来是因为她嫉妒我跟杜德伟 就是拍MV 后来我跟她比较熟了以后 这几年比较熟了以后 她说事实上在滚石的那个年代 事实上唱片公司把她包装的形象 是有一点扭曲她本来的个性 对 那可是因为企划的概念和方向 觉得那个时候市场 需要这样的玉女的歌手 所以把她塑造成那样子的样子 事实上她本身是很有幽默感 而且她很会哈拉的 对她讲话非常好笑 因为被塑造成是玉女偶像 黄嘉谦不得不压抑 她自己原本活泼的个性 后来唱片公司大概也是 越来越了解黄嘉谦 知道她是一个真的活泼到不行的女生 每一次呢 当黄嘉谦要上节目 敢通告的时候 唱片公司都在一旁 而其面命地不断地提醒她 千万不能够在电视上失控 免得毁掉苦心经营的玉女形象 所以你就会被控制 一个玉女的样子 问你例如说 有没有谈恋爱啊 就说 原来以前没有耶 就是你知道 以前的玉女 不知道是这样吗 一朵盛开的花 如诗如画 你的心在怀念 多么严厉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 难过吗 就情不自禁 我就会接这首 有看见死亡的人 我的问题是 我上太多电视 我是怕曝太多我的短处 我怕曝露太多我个人的短处 而导致到公司就会说 你不要再上电视 因为我以前很爱上电视 我爱上电视 原因是我爱玩游戏 可是因为玩游戏 常常都会曝露我的缺点 因为我整个玩得太开心 太害 就会失控 而唱片公司担心的事情 终于还是发生了 喜感是藏不住的 有一次 黄嘉谦上胡瓜的节目 在录影的现场 私底下 她一时寄养 模仿起了卡通人物 樱桃小丸子的声音 黄嘉谦万万没有想到 当时一时兴起的表演 竟然为她日后开启了 更宽广的演绎之路 她没想到在电视上 她叫我表演 我们公司快疯了 因为我那时候是玉女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 在最后有个经典 你一定要表演 你一定要演 所以我就在现场 就表演起小丸子的动作 跟她的声音 就是 就是这个声音 可是 全部的人 大受欢迎 就所有的人说 太有趣了 我们知道她往常 在萤幕上的形象 那么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她一些短剧表演 或者是八点档 一些胡闹的喜剧表演 她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小型的女丑 也是算是一个小型的千名女郎 总觉得她多变 咳嗽性非常高 来 风雪 快逃逃 其实黄家谦唱歌真的蛮好听的 不过在出了两张专辑之后 因为反应不如预期 再将唱片业的整体景气衰退 黄家谦的歌手身份 整整冻结了三年 这不算短的时间 她重回了民歌餐厅助唱 三年之后 她有了机会重返影圈 靠的竟然是模仿 而再度获得了掌声 黄家谦从主持到戏剧 演绎的事业 正式踏入了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领域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其实是很美和大 我才像十七岁的女生 不过就这样子 我觉得从戏剧 从主持方面 甚至在她的舞台上面 有Live的表演 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黄家谦她真正的反应 跟她她个性里面 幽默风趣的那一块 从一个玉女形象 然后转换到说 她怎么变了一个 这么会搞笑的一个女生 大家觉得 我是不是头脑坏掉 是不是唱片不卖 已经整个精神有问题 才走到这一步 可是当时我说实在 我们真的是无心插流 没有 你现在是什么 两个站在这 一个人一起去 我今天是在这 我比较喜欢 驴丑这个名字 因为她很多 她很多变化 抛开了沉重的玉女形象 黄家谦她成为了 全方位的艺人 当年她模仿金美玲 让大家见识到 她搞笑的功力 从此节目邀约不顿 可以赞美你老公 真的吗 那我可以听一下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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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糟 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 我还没听那么熟 我当初也没有想到说 我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 我当初我在演 老婆大人那个妈妈的角色 我没有想我要怎么演这个角色 我只知道说 她就是我把台词念好背好 然后应该是这样演 我就这样演 我是到光阴的故事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要怎么演一个角色 那是因为 我到了屏风表演班 李国秀老师这边 我才知道说 原来表演要这样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诸位心里都有说 每个人干了什么事 自己最清楚 从来没有受过 专业的戏剧训练 黄嘉谦他以为会搞笑 就是会演戏了 三年前 他自信满满的 跑去屏风表演班 找总监李国修 他毛遂自荐想要参与 舞台剧的演出 结果没想到 当场被李国修 泼了盆冷水 我其实有点严肃 我跟他说 我不是来找你演戏剧的 你没有资格演戏剧 因为你还不会演悲剧 红红真的是很浪漫 还好 原来那笔钱 你是要来买钻戒的 对 不像那些死男人 有些人很坏 把钱存下来之后 还背着老婆 在外面一个风流快活 真的是太可恶了 真的太可恶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感觉下马威 说你没有资格演戏剧 因为你电视上的耍宝 短剧我都看过 那么只能说很肤浅 我当时一开始这样说的 所以她的反应是 有点傻眼 她以为说 以我的这个喜剧能耐 还不够好吗 我承认 我跟国王犯的通奸罪 沙姆雷特 让母亲为你饮下这杯酒 祝你胜利 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训练 知道怎么去创造角色 怎么去 怎么去看待整出戏 怎么看得懂本 怎么读懂剧本 这个练习是标题叫做 请你对着我们这群团员 叙述你这一生当中 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设定她思念她的外婆 就开始叙述这件事情 透过她这个叙述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关于这个情境 情绪的一个追忆的练习 之后呢 那个两个小时呢 过程里面呢 我们称之为那个练习 大通了她认读耳脉 我整个最大的转变 我觉得我真的是 演了舞台剧之后 我对有很多的观念啊 想法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大的改变 透过不断的训练 黄嘉谦终于领悟到了 原来演戏呢 不是去演这个角色 而是怎么让这个角色 有了生命 从舞台剧的训练过程当中 黄嘉谦获益良多 后来李国修也给了她机会 参与舞台剧《沙姆雷特》的演出 尽管在巡回的表演当中 黄嘉谦曾经有受 因为台词错乱而自责不已 但是对她来讲 有了舞台剧的表演经验 也让她日后在戏剧的表演上 更上层楼 她就是很乐于 把她在国修老师那边 学到的一切拿出来分享 她不会去尝词 好了好了 好 预备 快将快将 来 那个 昨天 昨天在路上 我遇到一个同学 然后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 我觉得她最棒的地方就是她 她会去主动做很多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是 可以让你感受到 可以让你去回忆的 然后可能在演之前就是 我觉得是 是那种情感 她的情感是不会藏起来的 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 我在演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进入那个情绪 她不只是一个好演员 她也是一个好的白人教练 她除了在屏风的合作过程里面 她到剧组 关于故事剧组里面 她会用这里的正确的观念 去引导她所合作的演员 例如说她跟那个演员说 你看着我 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导演在引导演员 就是她用演员引导演员的方法 她那个意思是说 她可以让这个演员 吊导演员来 用她跟她沟通的方法 这是一个教练 在跟一个一个球员讲话 事实上嘉倩已经通到说 她的通话跟我说 我可以用我的方法来 立刻快速地感染你 让你做到一个 很快速的情绪表演 我只希望说 我在我的演出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让他们很骄傲 因为这个事我很想做的 我也对自己固责 黄嘉倩的老公夏克里 是个老外 据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不但没有擦出火花 黄嘉倩当时还以为夏克里 喜欢男人 所以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过缘分就是这么的神奇 曾经为了现象问题 争吵大半天的两个人 最后决定要走上红毯 厚度一生 为什么到现在会有人觉得 会有人传说她是同性恋 其实她不是 是我说的 是我说她很像 我说她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今天终于嫁给你了 今天终于嫁给你了 要不是你冷了 要不是你全了 要不是十多 爱是她 你让我心疤 就是快乐 魂家谦和夏克里因戏结缘 魂家谦说他第一眼看到夏克里的时候 实在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觉得夏克里应该喜欢男人 不爱女人 爱你是快乐 不管这世界懂不懂 只要在你心中有话 他那时候又整个干净 整个百里透红的皮肤 嘴唇又有点像老文雄那种红红的 就远远看起来 我说这是Gate中之龙 被误会是同性恋 夏克里索性鼓起了勇气追求黄家谦 两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黄家谦直接了当地告诉对方 自己不再年轻 也不想要玩爱情游戏 如果你要玩爱情游戏的话 请不要找我 黄家谦之所以会如此直接告诉对方 是因为周遭的朋友都担心 老外来台湾找女生 很多人都只是想要玩玩 加上黄家谦太容易相信人的个性 怕他会受到伤害 所以黄家谦干脆先把宠话说在前头 如果OK 你也觉得我的观念很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下去 哪那么多时间在跟你玩感情游戏 现在什么时间 我如果年轻十岁我就跟你拼了 这个当时他跟那个老外结婚的时候 我很压抑 黄家谦原来是跟那个卖那个麦子茶的人在一块 这样子 那个拍广告 让我很压抑 但是我非常祝福他 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 把握住自己的幸福 宁愿试过也不要错过 这是一段爱情故事 给黄家谦留下了深刻的礼物 高中时代 黄家谦曾经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学长男友 因为自己不懂得把握 当男友出国之后 两个人也从此断了音讯 后来透过电视节目找到了学长 当两个人在见面的那一刻 黄家谦失望地痛哭失声 我看到他 我就忍不住过去牵他的手 然后好感动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 看到他我开心到 我就冲过去牵他的手 我完全忘了人家老婆在现场 而且重点是 我根本不知道人家老婆在现场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结婚了 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现在 他说我没有女朋友 你知道我心里 真的 他后面接了一句说 因为我老婆不准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不晓得我当时的 原来我的情绪真实到 让所有的观众觉得我太真实 我顾不了观众 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在录音 我那时候没有想说我在录音 我只是觉得 好 祝你幸福 我讲不出来 眼泪还留在眼角 我怨着我自己当地 还不需要你的手 我必不必在紧张 在一个伤心的前提侯 我最后就大哭 我抱着制作人大哭 还有抱着我的经纪人大哭 她为什么结婚 黄家谦因此明白了 爱要及时 绝对不能够错过 就像让她后来遇见了夏克力 感觉对了 就在一块吧 看一看她老公我都会觉得 我要不要嫁给一个外国人 我还曾经有这种想法 因为她老公工作很忙 但是她就是知道说加签有时候 工作到很晚的时候 她会回家烤那个小饼干 然后送来给她吃 很好吃的小饼干 每次都被我们吃光光 但是就是会觉得就是 假如说我有一天拍戏 我老公烤饼干来送我 我一定也会很嚣张 吃啊吃啊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那老公是真的是 不会顾虑到就是 不会觉得说就是 我是男生 我不能怎么样 我不能怎么样 他该做的 他就是只是想要 尽力去疼一个老婆 然后每次看到那样 我都会觉得很羡慕 他不像我们一般典型里面 老外觉得说是那种 对于感情或者对于家人 比较大啦啦 或者比较只顾自己的人 我觉得Chris的家庭观念 非常的重啊 有时候甚至超过家欠啊 我们常常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都是他老公在考虑加迁 太忙没时间陪他啊 对啊 他们两个在棚内 永远都手牵手 然后看到就很想 从中间走过去 两个人结婚将近三年 一直有个生小孩的梦想 但也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始终无法如愿 现在黄家迁 他决定要减少工作量 暂时放下戏剧 还有舞台剧的演出 努力认真的做人 如果上帝有一天觉得说 我可以有一个小孩 他会给我 如果硬要去做什么 我会很痛苦是 因为我会很有压力 我觉得他在这个圈子里面 太多好朋友了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关心他 就是有了没 有了没 有了没 对啊 我觉得每天这样问 压力一定大大 所以我觉得我很赞成 就是他可能休息一阵子 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地做一下人 有一道彩虹 不重现在以后 有一道彩虹 不重现在以后 每一集的最新首播 请您准时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钟 台湾起床 好 好 别过 笑